我剛剛先瞄一下結果 不說還以為這一集是票選男生最喜歡看的角色扮演 老大中子通的電話都已經撥到一半了 結果發現是男生最想娶的職業啊 又大好 我是七七老大 正所謂娶到舒淇 前德門也能爽成逢德倫 對 的確是這樣子 就是很多男生是覺得說只要找到理想的老婆 人生就好像填抽圓滿的一樣 繼上一次那一集男生最受歡迎的職業TOP8 引起廣大的迴響之後 同時收到了很多網友的敲碗 讓我們來拍一集叫做 男生最想娶的女生職業 貼心如我立刻就來滿足大家的需求啦 這一集的票選啊 我們一樣是收集了 1786位 男性喔 純男性有帶把的 好不好 才能夠參與投票 對了 你們如果要參與投票的話 都記得要加七七老大的Instagram 好不好 加我的IG就可以上來投票了 這一次的票選結果真的是非常精彩 跌破眼鏡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來 最想娶第八名 居然是女警 我們來看看 新聞看到的女警 沒一個不正的 欸 真的耶 那是因為是新聞都喜歡播這種 來再來 明明是良民一個 卻好想被她壓制在地 幹什麼東西 你們要不要那麼下流 那麼M 不過啦 現今的社會的確是 越來越多的女生是選擇要來當警察 不只是電視上常常有報導 我自己本身也有交手過好幾次啦 交手過好幾次 不是 就是常常看她們穿著制服宅執勤啊 很真正的 搞得我就算是被開單也算是甘之辱 你最好笑啊 沒有 真的是這樣好不好 來 警察算是一個這個收入不錯 而且又很穩定的職業 我有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剛好就是在當警察 制服一穿上去顯現出非常精明能感的樣子 但是下班之後整個又變得很可愛 那個反差感我告訴你 一般的男生是絕對都受不了 除非是像我這麼有定力的好不好 所以不管她是精神面或者是實際面來說 女警她對於男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啦 當然啦 警察是有她自己很辛苦的地方 危險就不用多講了 假日她也跟一般的上班的人不一樣 可能是需要輪夜班啊 或者是別人在跨年她是要在辛苦的職勤 必須要365天不打烊好不好 而且算是比較難兼顧到家庭啦 不是你喔 隨時想要在家被壓制 我就能被壓制 再來我們看喔 最想娶的第七名她不是別人 居然就是我們的護理師營養師啊 網友怎麼講好不好 努力取到營養師 健檢免經 歐怕死 白天穿上制服 她認真幫病人打針 晚上剖下制服 我溫柔幫她注射 幹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這麼神聖的工作 你們居然敢染指她 不行喔喔喔 來 這個護理師當然算是男生心目中很熱門的一個職業啦 平常是服務病人嘛 然後又有一個醫學的專業 還能夠把這份專業拿回家來照顧家人的健康 又很有愛心 不過我告訴你們 以我以前在醫院裡面過往的經驗 護理師普遍脾氣 我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 尤其嘛 你想像之前那些疫情的日子 一個護理師要照顧的病人 多過一串葡萄 那loading又重 公尺又很長 然後通常 患者的態度又很差 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職業 如此就會造成護理師下班之後 她不見得是多溫柔婉約 非常有可能跟 咪咪的媽媽一樣 常常需要勾打兔子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告訴你 身為護理師的老公 你一定要做到的就是 非常體貼 非常包容 知道嗎 那至於說營養師勒 近年也是非常非常受到關注 因為大家可能就是對於 養生這一塊更加重視了吧 所以如果老婆是營養師喔 你在配合上七七老大的影片的話 我告訴你喔 一不小心就多活個十八年 都沒問題 好像喔 而且我告訴你們 營養師喔 我認識的好幾個都超正 但是這一塊來講 這個營養師就會讓你少多幾年這樣 好啦 所以不管怎麼樣啦 營養師護理師喔 就是我們票選的第七名 實至名歸啦 再來我們看一下 最想取的第六名 他就是我們的造型師 髮型師 感覺很會打理自己 那帶出門就超有面子 OK 還有另外一個人說 不用花錢就能幫我做造型剪刀法 全家人一年多 差不多可以省下一萬多 幹什麼 你們要不要精打細算成這樣 不過啦 老大是真的是因為我拍片的關係 最近有接觸到不少的造型師 髮型師 不得不說他們真的是 這個時尚啊 非常敏銳 那你如果是跟他們一起交往的話 在他還沒有放棄你 或你也還沒放棄你自己的前提下 至少能確保的就是 跟他們在一起 你的形象會維持在一個 會太離譜的狀態 什麼叫不會太離譜 就是還永久這樣子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抱持著是一種 能幫你省錢的一個心理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是大錯特錯 為什麼 因為我問過至少超過 身邊超過五個以上的髮型師造型師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會幫老公吹的 吹什麼 就是吹頭髮做到 因為他平常工作就已經夠煩了 你怎麼可能放個家回到家裡 還幫你弄 不可能 所以 不要想因為省錢而愛上造型師 你要崇拜他的專業 你要欣賞他的穿搭 你要是熱愛他的才華 那這樣你跟他在一起 就會非常愉快 這個就是我們的 第六名 好不好來第五名 第五名最想讓人娶的 他就是公務員 好不好 我們一起看網友怎麼說 老婆準時下班 小孩不會孤單 這個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再來人家說 公務員很務實 不會花錢買名牌包 這個是什麼想法 只要幫他買摩托車把手上的手套 幹什麼 這個是以天蓋權吧 不行這樣子 對啊 這個你們也不要那麼摳 那乾脆就直接拿烤箱的手套 黏上去就好 更省 好不好不行 這個公務員的老婆 你還是應該可以買包包 犒賞她 還是可以比較時尚一點 不過啦 我告訴你們 在台灣的公務員薪水 不是頂高 而且通常會有一個 很愛刁難很激發的上司 對不對上級 那為什麼他排名還是在第五名 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對很多的男生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能夠娶到公務員的老婆的話 那他的心思是很細膩的 對不對 然後他的這個工作是很穩定的 同時還能夠兼顧到家庭 而且有普遍上面 他們是不是生活就比較單純 你下班了不用去應酬 上班的時候他遇到的 我說清一色 幾乎都是像小舟這樣子的人 不是就是會讓你更有安全感 老婆不太會亂來 所以公務員就是票選的第五名 再來 最想取的Top4 是誰 Office Lady OL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看網友怎麼講 載裙配上絲襪 他走過來印個東西 導致我也印了個東西 還有人說 我們部門的助理超級火啦 如果能娶到他 我這輩子唯一的煩惱 就是怕勝虧啦 雖然網友是蠻膚淺的 但是必須要承認他們的文筆是很有才華 對不對 講到OL 這個大家的反應算是相當的熱烈 不過老大要先幫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我們先把那一種我們的印象當中 那個操著日文口音的女孩忘掉 因為我近期有去一間辦公室 裡面的OL 不只不算火辣 而且各個像是身懷絕技 真的是啊 不說我還以為那個是少林足球2的班底 都在裡面好不好 所以OL它不是大家普遍上的是很性感很美麗這樣 反而對我來說 我喜歡OL上班族的理由是什麼 在一個大大的城市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可能偶爾會有小小的迷糊 但大多的時候它都是盡量維持在有條不問的 偶爾可能也會沮喪 但是很多時候又保持樂觀重新再站起來 每天過著類似的生活 但卻因為小確幸而充滿著幸福感 而且重點就是還穿著絲襪配宅裙 你剛才講那麼感動還不是要講這個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這樣OL很可愛 好不好大家就是好好的喜歡他們 馬上就進入到我們的這個TOP3的環節了 到底最想取的前三名是誰勒 來第三名就是我們的室內設計師 這個上次男生的時候他票選是第一名 女生現在是第三名 我們來看看這個網友怎麼說 看同事裝潢房子之後 我下定決心要娶一個室內設計師 光設計費就省下來就划算 這個也太實際了吧 還有人說設計師獨有的專業和氣質 很難不讓人心動 對這個室內設計師 不是在講是在室內專門設計人的那一種 先人挑的那一種 今天也是設計師 不是不是我們現在講的設計師 是這個幫人設計裝潢畫圖的 之所以設計師是這麼多人喜歡 我是非常能夠理解的 為什麼 因為你光看他畫圖的側臉 光看他一個專注的神情 你感受他這個作品裡面簡約而時尚 你就會非常非常的崇拜他 正所謂有專業的女人最美 就是這個意思 唯一一個缺點我覺得 就是除了工作時間比較長之外 是沒有什麼能夠挑剔的 好不好 OK來第二名喔 最想取的 唉唷 這個第二名最想取的很厲害喔 空服員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看網友怎麼講 看到成群的空姐就會忍不住跟著走上一段 在機場已經迷路好幾次了 還有人說這個 夢到他問我 Coffee Tea or Me 起床之後真的稍微留了一點蜜 幹什麼東西你們 啊幹什麼啊 法號上夢下儀是不是 啊該要去看一下泌尿科了 不過啦 的確啦 空服員 讓每一個男生都充滿遐想好不好 其實剛剛超正 真的我前一陣子也有答確實是不錯 好不好 這個無論啊 空服員是這個 外型啊 身段啊 外語能力啊 收入啊 各方面的氣質 全都是在這個水平以上 因為啊他們是這個飛來飛去啊 所以他們就是這個 髒得很開 什麼髒得很開 眼界的部分這樣子 對眼界的部分就很寬廣嘛 然後這個通常很多空姐喔 還有什麼 經營副業你知道嗎 不管是什麼自媒體啦 還是代購啦 全部都是弄得有聲有色 算非常有才華啦 不過我也是有一些空服員朋友 的確在一個光鮮的外表之下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為什麼 工作時間不固定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短班的時間要來回飛的這個是 非常累啊 然後長班的時間可能又要犧牲跟家人相處啊 而且我告訴你 常常飛 還有可能會造成 荷爾蒙混亂 以前我看真的說 就很多空服員啦 這個什麼 四個月來一次 什麼 一個月來六次 難怪空服員是 如此的容易出現在一個這個 罷工的行列名單中 所以空服員就是我們 這個民調的第二名 好不好 再來齁 男人最想取得第一名 他到底是誰咧 我告訴你 他這一次真的不是別人了 好不好 他就是我們的 老師 teacher 先生 來我們看一下網友怎麼說 收入穩定 還有寒暑假 這個是一定的 還有人說 為人師表 氣質好 對小孩的養成教育有很大的幫助 是不是 我們的網友是不是 開始逐漸變得很有氣質 難得正常 對 還有人說 我可以去他的班上 理所當然的跟每個學生講 我甘林老師 幹什麼東西啊 才誇你們兩句 第三個就變這樣 這個 娶一個老婆 如果是為了要講這個的話 那人生的規劃上來講 算是相當詹密啦 好不好 不過的確啦 老師喔 我覺得是受男生歡迎 絕對是從古到今 這個老大大大致上去查了一下 上次在這種票選當中 疊出前三名的時候 老師喔 大概會追溯到白衛季了 好不好 真的真的 那十足鳥他們 不管 反正 除了一般 想到的收入穩定 什麼有寒暑 什麼工作環境很單純 可以這個交小朋友之外 我告訴你 老師是因為有反差感 他會造成一種驚喜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最近就是真的是跟一個老師交往 他說他的女朋友 一直給他一種很純潔很高雅的感覺 有氣直到 他覺得他都不會放屁不會拉死 甚至是他對他是非常神聖 都不會有任何的遐想 原地出江 以一個朋友來說 我是真心替這段戀情感到開心 但是以一個中醫師的角度來看 他應該有點勝貴了 真的是這樣好不好 不過總之啦 上面提到的這些特點之外 這個老師真的算是相夫教子兩相宜 絕對是男人心中的第一名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票選出來男生最想取的職業Top8 職業當然算是我們認識每一個人的一種方式 不管任何職業 他當然還是有所謂叫不為人知的辛苦 以及必須要被體諒的一面 身為伴侶的女 也都應該要更加的陪伴和體諒 當然老大還是要提醒一下 正所謂職業無貴賤 但是人有喔 好不好 就是因為你不要為了一些什麼職業 然後你交往到一個賤人 什麼 就是品性相處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用職業去當做要不要交往的一個關鍵啦 好不好 七七老大 祝福大家都能擁有這個幸福的生活 好嗎 如果你有不滿意的地方 歡迎你訂閱我 讓我為你雪中送他 如果已經對生活很滿意了 歡迎打開小鈴鐺 讓我為你錦上添花 我們下次見愛你喔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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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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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